妹妹 醒了没有 三点了 醒了吗 穿衣服了吗 取押快递 快递太多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面 这是我的妹妹 我乐妹 现在呢带着我妹妹 我们两个呢 去取押快递 因为我妹妹和我呢 对饮食方面 比较挑剔 所以我们呢 买了锅碗瓢盆 准备在家自己烧饭吃 乐兄你在此处等着 我去去就回 现在呢去另外一个快递站 让我妹妹阿乐在那里等着我一下 乐妹 搬到这边了 搬到这里 等过两天咱们把这边清理一下 然后就在这个位置做饭 太热了 这个身体啊 虚都不行 搬一点快递回来 出一声了 乐兄 过两天咱们做饭了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希望是炒蛋 这不是简简单单吗 但是我会呀 其他的我都不会呀 我就只会做这一个呀 你有没有做过饭给别的男人吃 除了你爸爸 那没有 那我将会成为第一个吗 嗯 你将会成为第一个 嗯 荣幸自己 好 到时候你就看我怎么操作的吧 ok ok 到时候给你煮清水菜 然后清水萝卜 不要讲话了 已经讲好了 清水 清水 不想听你讲这个清水 以后咱们两个吃点蛋了 我说实话 我有一点 一点肥了 你还是信了算命的了 我没信 我肚子大 你放屁 那算命的说你 一清淡也识 你现在开始 为什么会提这个算命的呢 主要是前两天 乐乐用他那个手机 给我这个手啊 拍个照 说他有一个网友啊 会看手相 所以呢 今天得到了一些反馈消息 我不是信他 我是真的自己 自己的原因 我不信你 我不信你 到时候你吃肉 我吃醋型的吧 ok 那行 反正也是一道圈 你买的东西干嘛用的 我准备开火做饭了 开火做饭 以后做个绅士 不吃外卖了 外卖不好 其实我也想 我也想做外卖 但是我不行 我想做饭 我没这个手艺 我看三斤家里也有锅 我有锅 那我没做 一次没做吗 偶尔做 偶尔做 你是准备天天做 还是也是偶尔做 我也是偶尔做 就是 想做了就做 不想做了就不做 你这么久 真的还没吃过你做饭 我说实话 像当年我骑行西藏 骑了好几年 都是一个人在外面做饭吃 你感觉你的手艺怎么样 我感觉我的手艺应该还行 跟飞鸽比呢 跟飞鸽比 比不过 你不说的 我还有点期待 你这么一说 你对你做饭 我又不给你吃 你期待个锤子 不是 邻里邻居的 我过来咋来了 我到时候 我给你添个菜干嘛呢 一起整点 不行吗 行行行